现在靠女人博上问 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 有一位在台湾非常知名的女主持人 你们不知道她多厉害 多棒 是因为她的收入很惊人 然后她在台湾知名度这么高 重点是 你知道大陆好多的富豪 都想跟这个女主持人认识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女主持人 在政治上的地位很高 那再来很有智慧 所以很多富商都想认识这个女主持人 我先讲这女主持人的社会地位 跟知名度就到这样了 女主持人政治地位很高 所以不是综艺节目 不是 也可能是政治政论节目的 对 然后因为财富很惊人 这个女主持人是有时在一个饭局当中 认识了一个医生 然后这个医生当时她还是有个婚姻的 她的婚姻的状况是 她跟一个等于是富豪之家的千金结了婚 那正在谈离婚 那这个医生还蛮厉害的 因为她就去追这个女主持人 她送给那个女主持人的生日礼物 是她自己的离婚协议书 这个就蛮好的 我觉得蛮好的 很贴心 女主持人就觉得 我们两个人就是真爱了 之后呢 这个医师一离了婚 两个人就在一起 在一起之后 大家都觉得真是个童话故事 因为女主持人的地位怎么高 来咯 所有的对于这个医生的认识 都来自这个女主持人 那你是不是因为跟这个女主持人在一起 你才打开了你的知名度 于是这个免疫开始 这个你知道她的诊所 生意好的不得了 一来这个女主持人就会去这里保养 不论是减肥 保养这个身体 保养脸都在这个诊所 等于她就是你的活招牌 那之后两个人就出双入对 可是怎么会在一起几年之后 却不太愉快 原来这个女主持人就讲说 她觉得这一个医生呢 后来情绪的管控很不好 发生什么事呢 她一直希望她帮她介绍客人 那以这个女主持人身份地位 的确很多客人都会去 一去消费都是二十三十四十万 但是你知道对主持人来说 她会觉得 赌龄哥你懂那种美感 有点低 还有我的朋友 非富即贵 要办大老板 要办上市公司的负责人 到你那边去 你不能说就三十万就收三十万 你是不是也打个八折 漂亮一点 给人家一个 不是 她可能收的费用更高 这第一件事情 这会得罪我的朋友 宰羊 第二件事情是 这个女主持人常常会受邀 去出席一些 可能两岸三地 很重要的一些活动 结果有一次在这个活动上 这个主持人就跟敏医 就大吵了一架 为什么呢 这医生就说 你为什么不带我去 当然要带我去 因为那上面都是她客人 对不对 结果这个主持人就说 问题是因为她很严格 她就凭邀请函才能去 你就不能去 你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 我现在是你的男朋友 我不能跟你一起去 可是对这女主持人说 你怎么那么介意这种事 就一次不用去 这难得这么多的大咖大飞扬 在这里我不能讲大飞扬 总之就是你懂 就一生的角度会觉得 那是个生意 那主持人会觉得 你这让我真的颜面扫地 你何必大吵一下 然后这个民意就开始 情绪就失控 就大骂这个主持人 那主持人就觉得 那我们两个在一起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难道只是你一个跳板吗 还是只是你一块活招牌 那怎么能这样呢 之后两个人之间 就不断不断地有摩擦 到最后 他们的情况 跟赖红果有点像 这个医生就抱怨说 她是被分手了 因为这个女主持 就直接跟这个医生讲说 我们真的不要在一起了 因为她觉得这样子下去 因为这个医生 已经不断不断地 情绪失控 然后这个女主持人会觉得 你再这样下去 对我们两个人都不好 最后他们很痛苦地 分手之后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很快地 这个明依 她跟一个香港女富豪结婚了 更有钱的了 非常有钱 我们没有说谁对谁错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现在很多的男女关系 已经变成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们有个状况 因果 是 你们 them